就在6月13號 MG推出了電動車MG4 公佈了售價 旗艦版99.9萬 X-POWER 118.9萬 那個特別的綠色 是要再另外加1萬元的 好久都沒有看到有車廠發表輕車時 底下的留言都是一片倒了在罵MG 連個支持者真的都是寥寥可數 那我們這集就要聊一下 MG被罵的理由合理嗎 那MG的配備都有哪些優缺點呢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 網路的留言都錯了些什麼 這裡就讓我先打個廣告幫頻道補補血 感謝你們 感謝金竹 龍捲風鍍膜祭 那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也很好奇 我也很好奇 所以等一下我們來幫觀眾實測 我們來實測一下 完工後的實際脫水效果 我們來試試看喔 在路上又在那邊飛完了 對 飛完了耶 哇 好明顯喔 如果對這個產品 龍捲風這個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連結放在資訊欄處 首先要來說明 MG4的定價策略真的是太聰明了 這樣的售價就完完全全打擊不到 同市股東玉龍旗下的納字捷恩7了 MG4還是可以保有全台最低價的 國產電動車的名號 唯一百萬內的國產電動車 看我MG還不割爆你們這一堆韭燦 你旗艦版99.9萬 就有網友說 那我不如加個4萬去買6月30前限時的 滿電特製版N7 雖然特製版是在消化N7純粹版的庫存 但最少N7純粹版空間大 車機大 還有後座出風口 還可以OTA線上更新 MG4目前是沒有OTA更新的 這裡我要先跳出來說明一下 那個後座出風口 大陸的版本的MG4 本來就沒有後座出風口了 但台灣的車門有試過說冷房的效果快速 當然這是很個人的感受 像我這種肥宅 我只要拍攝過後座沒有出風口的試駕影片 我在後座流的都是滿身汗 尤其是夏天更明顯 我真的不想買一台車回來 還要聽到小朋友在後面說好樂啊 說了這麼多就只想告訴大家 這台車不太適合有家庭的人 那我們再拉回來看看NG純粹版 雖然沒有了天窗跟電動尾門 但MG這兩款車也沒有天窗跟電動尾門 電動尾門的部分那就算了 我們可以去外場加裝 全景天窗的部分 馬來西亞的也是沒有的 但你大陸版的X-Power是有的 真的有要省成本省成這樣嗎 MG你都不知道有多少情侶去武� 看星空 看星空是需要全景天窗的啊 真的是大扣分啊 是你們的話會買MG4旗艦版 99.9萬的跨界修旅車 還是N7限時滿電特製版 103.9萬的修旅車呢 再來MG4這兩款的配備啊 也是MG很高明的地方 幫有選擇困難症的人 省下不少麻煩 這兩款車就只差在馬力 旅圈 換色卡鉗 還有那個XDS 彎道動態控制系統 主要的車機大小安全氣囊 靈動之眼LED燈頭組 天鵝座貫穿式LED尾燈 V2L 360環境無線充電 外型尾營 連那個車聯網都是一樣的 那車聯網的APP是可以預先開啟冷氣的喔 這就要給你一個大大的讚啊 這個功能真的是很方便 但為了省成本 360的環境啊 跟他們那兩位哥哥真的是有得比 啊有夠爛的啊 車機的部分啊 我有在看車沒在操作時 那個螢幕的反應速度 真的是有點慢 還有那個語音輔助的功能也拿掉了 畢竟大陸的斑馬系統 是不可能搬過來台灣使用的 如果你選消光銀石綠的Xpower的話 那這兩台車的售價就會差到20萬 多這20萬 你就可以享有0百加速 只要3.8秒 屌打911起步的速度啊 對口袋淺淺的年輕人 想要體驗高馬力帶來的速度感 還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想想看載的妹子 讓她感受感受 跑車的起步速度 在耳邊傳來溫柔的尖叫聲 想想眼淚就從手心上流下來啦 如果你是載的老婆小孩 你來個0百加速3.8秒 耳邊只會傳來尖銳的叫聲 跟老婆的死吼弓 想到要被碎唸一陣子就好可怕呀 電奧里程的部分 有人測過了 一度電可以跑6公里左右 所以64度的 寧德時代的三原理電池 沒錯 又是大陸生產的電池 對大陸生產的電池 會過敏的人啊 你可以去找別台啦 這顆電池可以跑400公里左右 夠用嗎 還是那一句話看你是哪一種人 如果你是全神跑透透的業務 那肯定是不夠用的 如果你是拿來買買菜 上下班接小孩 那肯定是沒有問題的 至於網路上流傳的 寧德時代的三原理電池會自然 如果你會怕的話 那你就不要買這台車啦 不然就是等固態電池車推出也行 感謝立委、堅哥 讓有牌的地下錢莊 汽車貸款回到正軌 但最近如果你有資金的需求 目前貸款我最推薦的就是 二胎房貸 為什麼呢 額度多 利率低 省核撥還快速 股票上市公司 省核比銀行寬鬆 最高額度還有500塊 只要你有工作 名下有不動產 銀行不能乘坐的 主好貸都可以幫你辦 我們就不收大販費 重點是要找有牌的地下錢莊 沒有牌的千萬不要去 水很深 最後我們來看看網友都說了些什麼 定價太高啦 140萬以下的電動車 免徵貨物稅 進口稅加營業稅 算起來22.5% 一台11萬人民幣 台幣約50萬 家運費、手續費 我算10萬好了 用60萬去算進口稅加營業稅 總進口成本也才73萬 但中華汽車進口價一定更低 因為在大陸的11萬 人民幣的售價已經包含利潤了 結果中華汽車還要再賺 那20多萬的代理組裝利潤 沒道理啊 我覺得這台賣89萬比較合理 這個價格 我老人家買個70萬的 Artist加減卡還可以省30萬 二手價也很好 開99.9萬 感謝MG手下留情 讓其他車廠鬆了一口氣 他場 沒事 虛禁一場 大家散了吧 舞躁跳馬躁跑啊 MG4 左省一點成本 又割一些韭菜 才達成國產百萬內的電動車 但對比馬來西亞和泰國 台灣產的MG4是最貴的 你們對MG4的價錢滿意嗎 請底下留言 我先說啊 我很不滿意啊